嗨 灵儿 小七 老孙回来了 受苦子 我回到村子时发现你们都离开了 我便一路追赶了过来 对不起 让你们受苦了 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我吧 你令人感动的重逢 真是精彩 我特意不打扰你们 是不是很感激我 击紧歪歪 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 灵儿 这人是谁 他是妖兽一族牛妖族的领袖 他将一族各部落屠杀殆尽 就是为了竞争妖兽族的大统领 这场猎杀游戏很快就要结束了 还差你苏灵儿的人头 我便彻底铲除了一族 待我成为妖兽统领 进攻人间也是势在必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子悟空 我认得你 上一日幽兽统领便是为你所杀 我倒要看看 你有多大的能耐 知道阿老孙是谁 还能赶快下跪求饶 若不禁风 不可以计 杀人剑以杀人数送给了苏云兰 我的力量衰剑太多了 好久没被人揍得这么惨了 孙悟空 这位徐缺先生 臭猴子怕是打不过那头牛膜 你怎么不上去帮忙啊 这是一族间的恩怨 我一个人族不好出手 不过放心吧 孙悟空不可能输给他的 孙悟空 你没了法器 还能掀起什么风浪 哼 你以为那就是我的本命法器 那种棍子二十点打脸直一根 我想要多少头有 既然你这么自豪你的肉体 我就不合你最拳头了 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法器 法器宝剑 你 你竟然有如此神气 刺 去 去去雷电 攻不碰我的神气 好 是吗 那就给你尝尝天雷的滋味 这不雷电 是天洁 威力比我毒瘾变气势更大 可恶 我能让瘾变气八层 居然在在这里 电瘾的滋味不错吧 鸡沙因变气八层修饰 获得五百万经验值 打脸成功 获得一千点打脸值 牛不死了 孙悟空赢了 一族打脸不死 多亏有孙悟空拯救我们 你是烤牛腿的香味 我要吃 四公 那牛都烤焦了 你还吃什么呀 大伙都饿了 待会我就给大家做臭豆腐 给你吃到饱 好 真的 话说你是谁啊 怎么好像和我很熟一样 我是徐缺啊 你这个弱痴 在这里我需要假扮成一族 以便拆穿我了 大伙 大伙 我也是被逼无奈的呀 那都是牛魔强迫我的呀 大长老 实在没想到 是你把妖兽族引来的 一族的败类 不能再留着你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也是一族的一员呢 大伙都累了 快来吃点东西吧 这是什么呀 虽然我们好几天没吃饭了 但也不至于吃这玩意吧 大伙不用客气 赶紧吃 要多少有多少 我已经看见了 本身就太快了 好吃 大伙 孙悟空虽精灵古怪 但它绝不会害我们 这个肯定是能吃的 姐姐 入口即化的柔软口感 在舌尖上炸裂开的豆腐芬芳 浑身的毛孔都舒展开 疲惫的身躯得到了充分的缓解 世间竟然 世间竟然有如此美味的食物 神魂力也上涨了 似乎真的很好吃 灵儿瞬间吃完了一整碗 我 我也要一碗 我也是 这是核灯的美味 我太满足了 灵儿 其实我此次前来 是想与你们告别的 你说什么 我有钥匙需要前往海外 这趟出行 或许需要十年半载才能回来 所以我前往天妖部族 是来与你们告别的 没想到只好遇见你们有难 臭猴子 快回来你就要走啊 海外 那可是十分凶险的地方啊 现在这情况 我肯定不能一走了之啊 我得帮助大家 找到一个新的落脚点才行 老祖宗留下来的禁制 已经被妖兽族毁了 我们没有办法继续隐藏 在火源国生活了 我有一个办法 既然一族已经无法再 躲藏着生活下去 那不如直接住进皇城吧 与其躲躲藏藏 不如让全世界都知道 异族的存在 什么 臭猴子 虽说火皇已死 但火源国依旧是雅夫人掌权 神雷是不可能接受异族的 关于这一点 你们大可放心 雅夫人 那可是我的老熟人了 雅夫人可是火源国 如今的掌权者 你一个异族 怎会与她相识 你们两个 都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人 所以有些事情 我不能再瞒着你们了 瞒着 什么事 谁是你的人呢 真不要脸 其实 并不叫孙悟空 我也不是异族 你说 什么 我 其实是人类 当初迎物打物状 闯进了异族领地 才被迫伪装成了异族 我了解到了异族是多么的善良 我实在不擅长撒谎 我无法再对你们隐瞒下去了 解除伪装 我是孙悟空 同时也是许雀 乍天帮并无私悟空 因为那就是我 这才是我本来的面目 灵儿 小心 你们会嫌弃这样的我吗 我 怎么会嫌弃你呢 你说去哪 我们就跟你去哪 说是见面 徐缺 好久不见 徐缺 李公子 你为何 还没回来 真是有人的肉体 在我的劝说下 一族都接受了 前往皇城的提议 我们连夜收拾好了行囊 开始出发前往皇城 雅夫人 那两位公子又来求见了 他们说 希望雅夫人能识相些 哼 不见 他们出来皇城时 本宫好生接待 他们居然出言不逊 居心叵测 别以为本宫不知道 他们打的什么主意 告诉他们 再敢胡言乱语 将他们逐出皇城 是 报 在下刚收到消息 李白公子出现在皇城城门 他刚从国外归来了 什么 他 他总算回来了 快准备一番 本宫要亲自出去迎接他 是 两位公子 雅夫人已经回话 他是不会见你们的 公子若无其他事情的话 还请早日离开火源国 不知好歹 外面卫兵集结 是要送客了吗 公子请别误会 是炸天帮李白公子回来了 他可是雅夫人的义中人 你们不要再缠着雅夫人了 炸天帮 什么垃圾玩意儿啊 想不到我俩因躲避暴风雨 误入这五行国 居然是个修为如此低劣的地方 我要好好教训这个女人 二弟 你去烧市那个李白 没问题 没问题 大哥 那些是什么人啊 难道是妖怪 怎么会有妖怪进到皇城里 手握日月 摘星辰 世间无我 这般人 好久不见 皇城的粉丝们 还记得我吗 本公子近来云游五国 结识了这些善良的义族人民 他们因战火而失去了家园 我邀请他们来皇城居住 希望大家能和谐相处 义族 他们不是人类 这让我们怎么记住 如果大家觉得可以 我送美人一副我的画像如何 同意 完全同意 热脸坏云一族入住皇城 以后大家就是同甘共苦的好姐妹 好兄弟 这有奇怪的味道 怕不是你放屁了吧 本身就从来不放屁 这股味道 似乎是海族的气味 奇怪 五行国内怎么会有海族存在呢 海族 你和他们还说 说起来就生气 当年我就是被海族追杀 迫不得已才躲到这五行国来的 人群之中一定隐藏着海族 这个味道我是不会闻错的 人群之中一定隐藏着海族 这个味道我是不会闻错的 狐妖一族 这五行国内 居然有狐妖 美味 太美味了 我真不住了 让我好好享受吧 发生什么事情了 什么 火蓝是海族啊 灵儿 小心 你们没事吧 没事 是谁吸气的我们 是我二狗子没有骗人的话 是从来没听说过的 海族 炸天帮李白是吧 我今天就是来弄你的 那龙妖我也一并收下了 这位王八斤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来弄我做啥 大伙 我把他栽了 今晚吃海鲜如何 放肆 没让你们尝尝海族带来的恐惧 这家伙 怎么对李白又如此深处大恨 重愧愧想 不好语替身互换位置 只好先躲避他的攻击 然后再找机会 李公子 不堪意见 父皇乡亲们 你们看见了吗 天帮李白为了拯救火源国民众 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他是多么的无私 多么的伪大 李公子为了保护我们而牺牲了 又有才 人又帅 怎么这样 为何老天如此不够 带造这么优秀的少年 打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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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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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机会 李白已死 你们乖乖的收手 救浅吧 是 不可以不弘异 任重而道远 人以为己任 不义重乎 死而后已 不义远乎 各位父老乡亲 你们如此知识李白 我着实感到高兴 但邪不压正 我是不会被这海鲜打败的 李 李公子 李公子没有死 发生了什么事 许圈 我明明看见李白被海族斩杀 为何他毫发无损 不用惊讶 我乍天帮中 各个天赋一饼 收拾个海族还是简单的 李白 我刚才确实将你斩杀了 你是怎么起死回生的 千重劫 百世难 横骨匆匆 弹指尖 不死区 不灭魂 镇骨朔金 无人敌 不灭不死的法觉 你这种小海鲜 是不会明白的 我劝你赶紧投降 成为我们的晚餐吧 不灭 世间子会有这种法觉 弄谁呢 我这就把你大血八块 看你死不死 死 你这条是清蒸好 还是红烧好呢 但我又不知道你的本体是什么 好苦恼吗 我决定了 还是红烧吧 古灵棱火 假象 沙士一切被挡下来了 小子 神出鬼没的 差点被你得逞 看你还往哪跑 我去 好大的手劲 老杀神的剑质量不行了 如此劣质的法器也敢拿出来用 五行火果然是穷乡僻壤呀 本公子甚至不用画出真身 能凭任凭人质化身 别的会不杀你 我 我 可恶 这回真是丢大脸了 最近连羽枪底 让我打个脸的机会都不给 太难了 这孩子我虽然只有应变几八层 可他的力量远远比五行管内的修士强 这就是海外的势力吗 你既然这样就尝尝老子的权力 死路火连 什么破火连 完全没在怕的 诺诺 杨夫人小心 杨夫人小心 李公子 这什么味道 好香啊 傻狗 这就是海鲜的香味 它烤熟了 杨夫 今天伤到我狗鬼的肉身 今日就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啊有怪物啊 保护好雅夫人 啊 那是 害族 啊 那是什么怪物 怎么会见过如此巨大的生物 它虽与牛魔同为应变其八层 可这压迫感却天差地别 小子 青雪海族就把你吓得够呛 你真弱啊 这不是皮皮虾吗 这可是上好的海鲜哦 嗯 不知所谓 不知所谓 你惹怒我了 人族 让你感受海族的恐惧 你死吧 我先溜了 有意思 熟子新鲜一定很美味 滚滚火链 来个七分熟 我闹痒痒而已 喂喂喂喂等一下 生徒不堪 你别这么激动啊 让我还下手才有意思啊 死 既然这样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弄火链估计力不够 就来试试进阶版 三色火链 啊 不是我说啊 你变成人形还更强一些 变成皮皮虾 那么大一尺 不就是火把子吗 小子你别把它烤焦了 那就不好吃了 火候还不够 再来一发 三色火链 住手啊 烤焦了啦 你竟敢杀我 我那可不会翻过你们的 他必定 许熟悉无形 我 你大哥 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种的海鲜 我甚至有点小期待呢 这 这个味道 好香啊 说是 哪来的味道啊 哇 太香了 臭小子 不得不说你喷热确实厉害 我忍不住了 先吃我一惊 太好吃了 李公子 雅夫人 李公子 你早算回来了 刚才我以为你被海族所伤 吓死我了 我没事的 没事就好 我带了些朋友来皇宫同住 不知道你会不会介意 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我怎么会介意呢 伟兵们 将这皮皮箱搬回皇宫 今晚吃海鲜大餐 二弟的气息消失了 宿主已使用分身傀儡 提醒宿主 长时间控制分身 会大量消耗神魂力 臭猴子 你不是说请我们吃晚宴吗 那个人在敲击什么 李公子 那虾肉明明已经熟了 为何他还在敲打 此人乃乍天帮史密思缺 人称食神 这海鲜乃是美味至极的赖尿虾 正好做出他的拿手尾食 赖尿 牛肉丸 大家不用客气 快吃吧 我给我再装 这条皮皮虾够大家吃到撑 这个丸子好好吃啊 从未体验过 从未体验过如此清新脱俗的感觉 牛肉的鲜 烂鸟香的甜 沉在一起的味道 简直让人欲罢不能 真是太美味了 还有一只海族潜伏在城内 我必须谨慎 不能让大家被偷袭 与五星国内的修饰完全不同 海外的修饰十分强劲 如今我的等级在五星国内已再难提升 发掘武器都达到瓶颈 若是继续这样下去 到了海外怕是任人宰割啊 原以为自己到了鹰变旗就无敌了 三色火莲 雷霆之剑 能与鹰变旗对抗呢 我只有这两招 系统 你看我这么可怜 升级系统 能打个折扣不 一口价 十万 这群人类对二弟做了什么 不可饶恕 一家的人类 情感玷污高贵的海族 好吃 太好吃了 来 最后一颗 发生什么事情了 学圈的狗死掉了吗 下降的狗竟敢吃我二弟 还有你们这群低贱的人类 真是不知四伙 我死 不好 那海竹怎么直接找到了晚宴现场 二狗子给我争取一点时间了 是海竹杀过来了 二话不说赶紧 你给我这里就交给那小子收藏吧 怎么回事 我突然给他口干尸臭 就为他涌起了战斗的欲望 为何我如此气啊 哇夫人 这就是你的小白脸 弱不禁风 李公子 可恶 分身没有战斗力 我挡不住他 这只狗 好强 这只狗 滚 老子要杀了你 还好在二狗子的牛肉把李下了药 让他帮忙拖延一下时间 他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强 差点直接把你当场轰杀了 区区应变其一层 也敢来送死 也敢来送死 徐学丘氏 你没事吧 臭猴子 大家快撤到安全的地方 这条小海鲜 交给我就行 这头 让你给我修复啊 二狗子 你死哪里去了 快来帮忙 这死狗真是靠不住 还先给我自己上 就凭你也想为他们出头 不知好歹 让你看看这穷乡僻壤 与海外修饰的差距 我就让海鲜一头外面去 若是他在这里划出真身 明天都要倒塌了 想跑 没那么容易 我夫人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大伙都没受伤吧 还好二狗子及时挡住那人 那个人到底是谁啊 那人与白天的海族是同伙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突然出现在皇城 但可以确定的是 他们都不是好人 这后生树里荒无人烟 你敢不怕不及其他人 再来 辽虫小剑 你发觉根本不可能伤到我 乖乖受死吧 绝不行 那就来硬的 好一把神兵力气 吃脚不速的虽然不快 但功高血后 一时半会儿 打他没什么办法 没有没有没有 雷青之力对我 丝毫没有伤害 我去 你是真的硬了 连看两刀都不带破防呢 我还来复去搞些小把戏 我受够了 我想再和你浪费时间 我的轩 难怪你的手那么长 原来你的真身 是象拔棒啊 区区五花的无知存福 居然知道我伟大的象拔棒一族 让我夸目相看了 是吗 你这个造型 是个人都知道是象拔棒吧 不和你啰嗦了 不是 神会儿 给我 这下咋办 这不就是跳关打boss 手术不够团灭吗 系统 开启自动修复功能 开启成功 老子一个穿越者 客传漫画看过无数遍 还搞不定你一个象拔棒 只要我提醒巨大 攻击力高 攻击范围狂 防御力也极高无比 我的攻击难以穿透他的皮肉 但行对的 他们一动速度就慢 只要高速多深 他的攻击就不会做错 小意思 你是我穿越到这个世界以来 第一个需要用脑子应对的敌人 反正在这里打脸也没人知道 正是好 好好战斗一回 犯人的苍蝇 乖乖的收死吧 虽然不能直接伤到你的肉身 但成功砍出了十字经的刀伤 任你再强防御力 一时半会儿你也愈合不了 这种消伤算得了什么 拿命来 像鬼吧猴灰雷 可他是不是消伤 你还知道躲啊 这么大的身躯 你能躲到哪里去 打斗你了 尝尝老子最新升级的黄金猴灰雷 这只雷电伤不到我 是吗 我的雷霆之剑 吸收了上古浩劫的雷霆之力 这种级别的猴灰雷 多少都有 只要数量不够 你怎么能盯死大象 可恶 虽然没有多大的伤害 但不断地被他攻击 让我烦躁不安 为什么 明明只有鹰变其一层 却杀不掉他 原来你不知道为什么呀 为什么 因为你 太大 体型并不是越大越好 重要的是技巧 另外一只皮皮虾引尸 自以为是的变大 然后被我烤熟了 明明人类形态的时候 战斗力更强 我你是不会懂的吧 是我一记猴灰雷了 原来如此 我幻化人身的时候 明明能将他虐杀 划出真身后 却难以捕捉到他 还有机会 幻化成人形 躲开雷电球的攻击 然后将他虐杀 小八 中计了 他就是想引诱我化为人形 小傻瓜 你以为是拍动画片 变身的时候 对手会傻傻的等着你 化为人形 你就失去高强的防御力了 可恶 可恶 我要引爆体内的真元力 与你同归于尽 回答我几个问题 将决定你死得痛不痛快 你们两只海鲜 跑来五行国是什么目的 我 我族乃龙神护卫之后裔 乃上古龙族的九大守护者之一 你若敢杀我 必定被我无数族人追杀 区区五行国 将被轰尘废诈 还威胁我呢 你是看不清形势吗 我问你 来五行国的目的是什么 这五行国灵力匮乏 修饰的修为低廉 若不是我与二弟误入此地 谁会稀罕这五行国 若不是这五行山上 有一道神秘的禁制 压制了我的真元 你怎么可能赢得了我 识相的就赶紧帮我疗伤 放我离开这 可这吹了半天 原来就是俩迷路的小海鲜呢 连你都不知道怎么来到这里 你的族人能找得到五行国 敢来我五行国闹市 天王老子都傻给你看 二狗子 二狗子 二狗子快醒醒 快醒醒醒 醒醒二狗子 别睡了 打到吃饭散场了 什么情况 我是谁 我在哪 我要到哪里去 这死狗 下点药居然劲头这么大 差点给整傻了 我记起来了 我吃肉丸的时候 有个海猪杀了进来 我与他一番激动 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地睡着了 发现 海猪已经被我干掉了 你这家伙吃饱就睡 能不能有点长见 我怎么觉得不是我睡着了的问题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对了 刚才我与海猪战斗的时候 他说五行国有一道禁止 压制住他的真元 你知道这事吗 你不知道这事 快说来听听 这五行山的本质 就是一座巨大的禁止 是远古时期 一位大拿将一只森林 禁锢在此 传说中 五行国的龙脉 便是五道封印 如今都被你和段九德所获 还有最后一道封印 不知道这哪 若是再被破除 那只森林就会破山而出了吧 整个五行国便是一个庞大的禁止 所以那海猪的真元才会被压制吧 你们都是这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习惯了禁止的所在 反倒不会被禁止影响 不过这地方灵气匮乏 也是这个原因吧 说一说呀 五行国终究是个小地方 再怎么修炼也没有前途的了 五行山下封印着一个生灵 漫头说是真正的孙悟空 难怪五行国见不到海外的修饰 五行国内的修饰也难以提高修为 原来这一切都是禁止在作怪 不管那封印里的是不是孙悟空 保险期间 以后还是不要假装它了 二狗子 你懂得可真不少啊 本身真有厉害内外 见识比你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行 那我就走了 拜拜 全是分身 你小子又干嘛去了 公子 你刚才在发呆想什么呢 在想一些无聊的事情 无足挂齿 夫人 我得和你说一件事 我有钥匙需要前往海外 可能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来 海外 是因为今天遇到的那两个海族吗 不是他们 曾经有一位恩人救过我的性命 如今他有难 我需要前往海外才能找到救治他的办法 所以 海外 你这一段旅程 少说说也要数十年 这段时间 我都无法见到你 夫人 我能理解的 你一定是下了决心 才会决定前往如此凶险的海外吧 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回来的 请放心的去吧 你能如此理解我 我实在是太感动了 公子 臭猴子 你这就要走了吗 不多住几天吗 我回来这一趟 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现在的任务 就是前往海外 办完最后一件事 你在海外 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们会在这里等你回来的 等我 我一定会回来的 如今火源国一亚夫人掌权 一定十分太平 一族们在此生活 想必也会风调雨顺吧 你说什么 红烟已经先行出发了 他不是说好了 等我一起走的吗 小徐道 不许直呼我姐姐的名字 她是有要事才提前一步离开 只怪你自己没赶上 无端端要去火源国一趟 就是要去见那个亚夫人对吧 说什么呢 我是那种肤浅的人吗 你明明就是 说什么 说什么 姐姐走的时候给你留了一封信 你自己看吧 你到底要不要 快拿着 谢谢 快看看钱了 怎么了 走开 古传送阵 明月客栈 红烟是通过宫内的古传送阵 到达了东荒大陆 他让我们也使用便可 到了东荒大陆 他让我们去明月客栈找他 二狗子 海外你陆树 到了东荒大陆 你带路啊 放心 包在我身上 灵石已注入 传送阵已启动 目的地 东荒大陆 我有点饿 我先准备一些食物吧 给我回来 你死狗还想你脱头啊 准备了这么久 终于到了这一刻 海外 我来了 曾经往事 突然涌上心头 穿越到这个世界 灵魂附在一丝的徐雀肉身之上 重新复活为新的徐雀 获得了无比强大的系统 让我能够在残酷的修仙世界中生存 经历过惨痛的颤抖 最初让我感到一丝温暖的 是将我从黄身野岭中救回来的弱女子 小柔 她的魂魄 还保存在我的容器之中 这一次 我一定要挤起所有灵草 将小柔服务 时隔多年重新回到这里 感觉一切都很木森啊 就像睡了一觉起来 发现世界都变了 还没开始逛 你就知道这里变了 一万年前 这里是某个大势力的别院 汇聚了许多圣子与圣女 本神中可是来过的好吧 没想到如今如此破旧 行了 这样你记得 就赶紧带路 变化太大了 我师父不太认得了 你耍我呢 小心我念紧箍咒啊 快看 那边吹烟鸟鸟 相比是有人家在做饭 我们求问问路吧 吹烟 你这是傻狗 那是狼眼 那边发生了战斗 战斗 我们快遛 海外的修士哥包着来 快放我下去 你这少少以后 我都得栽在这里 死伤惨重啊 小子 我们走吧 被人看见了可就说不清了呀 人又不是我杀呢 你怕什么 再说了 要不是你不认诺 我们废得着来查看 怎么尸体全都是同一个门派的 二狗子 你见过这门派吗 没见过 他们怕不是得罪了什么高手吧 那边的一人一勾 你们是谁 报上明来 为何出现在我 镜花水月派的战场之中 小子真的有人来了 镜花水月派 回答我的问题 好像都不一样 只有杀气人的头都抬不进来 这个女人 是面虚击 你与我镜花水月派的敌人 是何关系 是敌人派来勘察战场的吗 可妄 刚来海外就遇到如此强劲的修士 必须趁她不注意使用神兴服离开 这位女士 我只是个路过的读书人 看见此地风火弥漫 便过来查看一二 读书人 读书人为何会跑来这别院废墟 你一定是另有所图 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被包围了 这俩户也是练续戒 我毫无收散 既然这样 那之后 你是哑巴了吗 左右护法 把她给 离离远上草 一岁一枯蓉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不好意思 我刚才在思索诗句 此时此景让我灵感涌出 做出了这首草 确实是一首好事 你叫什么名字 在下 乍天帮李白 带着我的宠物狗游历东荒大陆 今日路过此地实属巧合 还望您能海寒 快把杀机收了吧 我快撑不住了 这女人总算把她的杀机收回去了 我差点喘不过气 这下她应该能放我走了吧 乍天帮 我从未听说过此帮派 我暂且相信你是一名学子 但也不排除你的嫌疑 你与我回宗门一趟 若是你真的与此事无关 我自然会放你走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姑娘 话都说了这么明白 你还不相信我 你若是清白 何惧与我回宗门 我调查清楚自然会放你离 你这八婆真是亲人太深 老子说了跟我没关系 你还要抓我回去 我要以为行为狗就可以为所运来 就做你碰了 你干嘛惹她 你 你居然敢骂我 奇怪 他想跑 快拦住他 你做这个活 溜楼 这是 缩地成窜术 望远百里已经没有他的气息 主上 现在该怎么办 他们走不了多远 封锁周围所有古城关口 一旦发现一人一狗 立刻捉拿 那 主上你呢 我要去趟天罗城 上明月客栈 见一个人 超小子 你这传说服 差点摔死我 老逃命就不错了 你还要求那么高 你们没事吧 怎么突然摔倒在城门前 需不需要帮忙 天哪 居然遇到善良的路人了 请问 你知道明月客栈在哪吗 明月客栈 你一定是外地人吧 这里是天罗城 到了天罗城 可不会找不到明月客栈啊 抬头看 城内最高的建筑 就是明月客栈 哦 好高的楼啊 谢谢你啊 不客气 二狗子 这么明显的建筑 你都记不住路 这 轻轻一座小城 哪里入不了我的法眼 你那是狗眼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啊 传送服直接将我们 传送到门口来了 走 赶紧入城吧 哦 这座城市还挺热闹的呀 快看 那是什么 快看那个香巴佬 左顾右盼 一定是第一次进城吧 小子 被天罗城的景色吓到了吧 这就是大城市 和你那乡下可不一样 喂小子 他们是在嘲讽我们吗 你们几个小鬼 游走过来断跳啊 等等 我们不熟悉天罗城 还是不要这事 你真的是那个无法无天 一天不打脸 这样死的寻缺吧 放开手 我只是觉得 初来乍到要谨慎为妙 变了 你真的变了 喂 江瓦老二 刚才是你说要单挑的吗 我父亲乃是天罗城副城主 兄长是天罗城护卫队队长 就凭你 也敢对我动手 算了 别搞事 我们走吧 人家都欺负到头上了 真的要走吗 喂喂喂 喂小子 我们说了让你走吗 得罪了我们少爷 还想安全地离开 做梦了 是韩少爷在欺负人 快躲开 不要惹我伤身 老魏 是你们嘲讽我在先 我并没有惹你们 为何要纠缠我不放啊 老子就是看你不顺眼 怎么了 死乡巴佬 又穷又怂 打死你 喂 怎么不说话了 刚才叫单挑的时候 不是很神气吗 忍耐 忍耐 若是在天罗城 惹上练虚器就完蛋了 别说那么多 我先费你一条手臂 我不该惹他们的 我 我呀 这手辆有人欺负到我头上来 你应变其修为 他居然是天骄 什么 我 好痛啊 居然是从未听说过的天骄 为何你会在天罗城的街上游荡啊 天骄 天骄的 你们在说什么 真是乡巴佬 连天骄都 大哥 我错了 我老实交代 在东荒大陆 三十岁以内 踏入应变期修为的 便能成为万人敬仰的天骄 两百岁以后 两百岁以内踏入炼虚器 便能成为圣子或圣女 大哥你如此年轻 想必是星晋升的天骄吧 都怪我们一游眼不知泰山 东荒大陆强者林立 区区应变期也能万人敬仰 重点是年龄啊 能在三十岁前踏入应变期 未来能重击炼虚器的可能性 便无比大呀 所以各大势力 都会拉拢天骄未及所用啊 原来如此 最近接连受到打击 我还以为在东荒大陆 应变期诸可不如的 原来即使是应变期 也是万人敬仰的天骄 你疯了 快给我滚 不然打断你们的腿 是是是 舒服 又可以重操旧业 拾起我的打脸大业了 你刚才都怂成狗了 大丈夫能屈能伸 没搞清楚状况前乱打脸 那叫作死 你懂吗 是是是 你说的都对 走 我们现在去明月客栈 这就是明月楼 靠近之后更加发觉 这楼有多高哎 走 红颜还在里面等着我们呢 这位公子还请留步 明月楼只招待天骄或圣子圣女 请公子出示您的身份牌 身份牌 这地方还需要看身份证吗 二高子 咱俩算偷渡的黑户吧 公子您误会了 您若是第一次来 需要经过境界检测 确认为天骄后便可领取您的号牌 方可入内 啊 境界检测 这不是穿越去必备桥段吗 总算冷到我了 走 赶紧去检测 请随我来 哇 这里面还挺气派的 公子若是通过检测 便能自由出入明月楼 在这里 你能获得你想要的任何服务 是吗 真是太好了 小子 你给我清醒一点 云朗 这位公子第一次来明月楼 我带他来测验境界 应变其二层 确实是天骄 带他去办理号牌吧 缴纳零石后 便能入住明月楼了 啊 这就完了 怎么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没有那种检测现场疯狂打脸 众人被我震惊的桥段吗 公子你在说什么呢 请我来吧 哦 这老头的气息十分危险 比今天遇到的那脸虚气的女人更可怕 这位小友 嗯 你身上的煞气 太重了 呃 所以呢 这老头是啥意思 花生一半就走了 这位天骄 连云老都提醒他煞气太重 他如此年轻 到底经历过多少杀戮 公子 这是您的身份牌 从今往后 您可以自由出入明月楼了 您的厢房在地楼二楼 您现在要去吗 地楼 明月楼一共有十八层 下九楼是地楼 是应变七天江们活动的场所 上六楼为天楼 是炼须七圣子圣女们的区域 再往上三楼 则是摘星楼 是合体七前辈们的区域 公子请谨记 明月楼内禁止一切打斗 为者当场斩杀 原来如此 对了 我要找一位朋友 他也在明月楼里 你能帮我叫他下来吗 可以 不知公子贵姓 您要找的朋友名字是 我乃乍天帮李白 还请姑娘帮我传话江红颜 这小子骗人真是不眨眼 我还是出去找点吃的吧 江 江红颜 你不认识他吗 就是那个 我认识 东荒大陆 怎么会有人不认识他呢 但是 他已经离开明月楼了 虽然有些冒昧 但我想向姑娘 打听一下江红颜的信息 公子您不是红颜姑娘的朋友吗 为何还需要向我打听 实不相瞒 虽然我与红颜是朋友 但他从未与我透露过身世 姑娘你听到红颜的名字 是如此震惊 想必是知道内幕吧 其实 红颜姑娘的事情 算不上什么内幕 江家的那些事情 东荒大陆 算得上是人人皆知 红颜姑娘本是江家长女 天赋异禀 乃是绝世的天骄之女 若是能够正常修炼 并能成为当代最年轻的圣女 想必踏入合体期 也是能遇见的未来 可他人如其名 正是红颜祸水 老天爷见不得他的好 红颜姑娘乃不祥之名 他越是修炼 至亲之人便会遭遇厄运 他的双亲为了破解着命运 苦苦寻找逆天改命之道 可最后却双双陨落 江家遭此变故 缘起大伤 随着百年前江家老祖 闭关修炼 红颜姑娘便彻底失去了庇护 其余将是 视红颜姑娘为妖孽 将她赶出了江家 从此数十年 红颜姑娘便不见了踪影 这数十年 红颜便是流落到了五行国了 没想到红颜的身世如此坎坷 真的不容易 再过不久 所有修士瞩目的南州大陆秘境修炼就要到来 江家 龚家 白家 几大家族 都不希望红颜姑娘前往修炼 若是红颜姑娘在试炼中得到机遇 捕拳的手上那残缺的法诀 他将打破各大势力的平衡 重新立足 捕拳什么法诀 传闻是红颜父母留下的 能逆天改命的法诀 逆天改命的残缺 一气化三枪 红颜 你苦苦寻找的法诀 我身上就有 这个英雄较美的剧情 我说 欢迎拱岳小姐 江山公子光临明月楼 里面请 拱岳 江山 这不就是为难红颜的另大家族吗 拱岳小姐 还是同往常一样吗 嗯 公子 那可是拱家的拱岳小姐 与江家江山公子 他们都是实力出众的天教 拱家与江家 是素来看不惯红颜小姐的 你可别与他们起冲突了 喂 你 没见过的新面孔 你叫什么名字 公子 多谢你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在下 乍天帮李白 乃明月楼新进的天教 不知姑娘有何指教 新来的 月 别跟她浪费时间 管好你的眼睛 别到处乱看 等等 我从未听过这个名字 但为何 你身上会有我公家弟子的印记 公家弟子的印记 难道说 李建设击杀的修士 自从海外室里中用 难道说她是公家的弟子 在我身上种下了印记 苗 这女人有应变七八层的实力 有点麻烦 说 你近期是不是与我公家弟子有过接触 不然身上怎会有我公家弟子印记 你在说啥呢 什么印记不印记的 对了 或许是我刚遇见一老乞丐 赏了她一块零食 她激动的和我握手 身上沾了她的味 你闻错了吧 大胆 竟敢侮辱我公家 你说我们公家有乞丐 怎么回事啊 咋吵起来了 快看 是宫月 那个小子是谁 居然敢惹公家的宫月小姐 她真是不要命了 宫月小姐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 你别误会我啊 愿 明月楼禁止动手 放开她 这男人看起来够了 没想到还挺好说话的呀 叫下面的人看着 一旦她离开明月楼 立马斩杀 不能亲手斩杀她 难及我心头之恨 便宜她了 走 这三大家族的人果然无情 就算是天骄也是说杀就杀 想必红颜也是这样被他们逼上绝路的吧 想杀我 定着一个吃不掉都这次 炸天帮李白是谁 给我滚出来 赶上我天罗城护卫队队长的弟弟 真是活泥了 大哥 就是那个家伙 就是你这家伙生我弟弟 自觉跟我们走一趟 我现在心情很不爽 你算是撞枪口上了 发生什么事情 外面怎么如此吵呢 好像是韩首尉来招补一位新晋的天骄 哦 居然敢来明月楼抓人 韩家家主虽是天罗城副城主 总会如此嚣张 秦姬 明月楼乃是你们净花水月派的地盘 如今有人闹事 你不用出面处理吗 区区天骄也想让我出手 萧太玄 你八荒青龙派 是在嘲笑我净花水月派吗 难得一句你们二位又何必这么针锋相对 别忘了我们今天是为何事而来 柳莹姑娘说的事正是要紧 江红颜离开明月楼后便下落不明 你们可有消息 我派去的人全数被杀 现在毫无线索 柳莹 你们天机阁可算天命 没人无数也没消息吗 如今唯一能确定的 就是江红颜是未渡六九天节而来 并非想回江家争权 过些时日的南州秘境试炼 想必他也会去 必须得阻止他 否则去了秘境试炼 让他补权了法阙 大师不好来 发生什么事情了 心情的那位天骄与寒守卫打起来了 什么 居然敢在明月楼动手 出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大胆 你居然敢在明月楼动手 你找死 管你是明月楼还是明日楼 老子现在忍不了了 你疯了吗 这里可是明月楼 我吓你 在哪都能动手 怎么样 婆婆 不服就大当你扑 我身体中了 是寒家兄弟 还有那是新晋的天骄 居然敢在明月楼动起了手 那个天骄 不就是今日我遇到的男子吗 他怎么跑到明月楼来了 也罢 在明月楼动手 立马就会被云老阵杀 不用多去管他 竟敢无视我明月楼禁令 在楼内动手 一律就地斩杀 这股微样和那个女人有点相似 云老出手了 这两人今天都得死 云老 我知道错了 今日闹事 乃是这小子主动惹事生非 并不是我想的呀 我父亲乃是天罗城府城主 还请云老高抬贵手啊 没有规矩 成方圆 大哥 什么情况 他怎么突然消失了 云老可是练续西顶峰 怎会让他侥幸逃脱 这是 缩地成寸术 我竟没有意识到 他是如何逃脱的 难以置信 居然能从那位云老的手中逃脱 韩世兄弟可是倒了大眉 被那小子借刀杀人了 同样的手法再次从练续西手中逃脱 这男子 不简单 能从云老手中逃脱 我们低估他了 幸亏我已经净视过练续西的净净压制 提前准备好神行族逃脱 什么狗屁明月楼 将修士分为三六九等分别放置 是看不起谁呢 既然你们立下了规矩 那么在楼里的女们 便如待宰的羔羊一般被束缚手脚 明月楼 我又要来了 主上 老朽已经发出通缉 若那小畜生再敢出现 绝不会让她逃脱 她身上有类似缩地沉寸的福转 能活捉就尽量活捉 退下吧 是 真羡慕琴姬姐姐 如今你这圣女之位 算是稳坐江山了 明月楼跟金花水月派上上下下 没一个对你不服 在金花水月派里做主又能怎样 江红烟一日不死 我们都不能懈怠 毕竟她可是传说中的九天凤舞神皇体 杜杰就等同于凤凰涅槃 一次比一次强大 龚月姐 龚冰 你怎么才来 龚月姐 刚才我听旁人议论 有个不自量力的家伙来闹事 她与寒家兄弟起了冲突 在明月楼动手 被云老出手斩杀 但那人用了不知名的法学逃脱了 航门左道 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法子 若是我在场 必能将她亲手捉拿 这位公子 您是要进入明月楼吗 请出示您的身份牌 您的确是我明月楼的天将 请进 谢谢姑娘 不是我吹 让我遇到她 打得她满地找牙 龚冰 谁 谁打我 听说 你没有将我打得满地找牙 我就在这里 有本事来打呀 是你 你还敢回明月楼 请生事 看我做得你废弃 看我 在明月楼内不可还手 说是我出手打破规矩 寻老会将我一并斩杀 快看 那人又回来了 一向故高的江山公子 今日居然如此狼狈 小畜生 你太放肆了 你敢再次来我明月楼作乱 好头来了 我还没玩够呢 三十六级走位上策 龚冰 你没事吧 我的脸好痛啊 那家伙在明月楼出手 怎么还让他跑了 云老 你怎么回事啊 无需你多言 那小畜生若敢再来 定让他死无全尸 就知道说 你们几个 一旦发现长相 与那小畜生类似的 立刻禀报 是 姐妹们 多机灵点 若是被李公子再溜进去 云老定让我们吃苦头 要多多留意啊 李公子连续两次 大闹明月楼 应该不会再来冒险了吧 姑娘 给我一间地楼的厢房 在下多情剑客李寻乐 这是我的令牌 什么李寻乐 李公子 你这次伪装也太差劲了 这 小畜生还敢来 这次你跑不掉了 什么 我的完美伪装居然被识破了 别带我的路 滚啊 赶紧溜 小畜生 哪里跑 李公子 应该能逃脱吧 你好 我要一间相仿 好的 先生 您体面生呢 平时挺少来明月楼吧 拿了令牌后 这是第三次来吧 原来如此 等等 第三次 我又回来了 我想进这明月楼谁来得住我 我今天就是要把这破客栈闹个低超天 他又来了 糟了 原来追出去的是分身 哈哈哈哈 没想到吧 我们家的臭弟弟 快点 你起了我呀 痒痒 我要揍死他 不可以 他的目的就是已由我们出手 看来你不上当啊 有韩家兄弟的前车之间 大家都锁了 竟然这样 不引用云老出手 直接送你们归西吧 三四 什么狗屁江家工家 都不过是些菜鸡 还有这狗屁明月楼 今天我全都给你们砸了 放死 你三番两次来明月楼作乱 我本不想出手 可如今忍无可忍 今日必要取你性命 哼 怎么又是你啊 从哪都能遇到你 你是不是暗恋我呀 胡说八道 今日 便有你死在这儿 哎 想杀我啊 在这建筑内引爆火莲 威力将成倍增长 看谁杀谁 这男子的火焰发掘 竟然让我感到一丝危险 他的实力不俗 殷月轮回锁 是净化水月派的圣女 秦姬小姐 她居然主动出手了 这可是明月楼的无上法阵 需上百极品灵石才能启动 一旦被法阵锁住 便会跌入无尽轮回领区 永生无法逃脱 启动 神星符文能逃脱吗 此处没有能阻止神星符的阵法 那就好 三四火莲 天上无悦 明月无心 走 不愧是练续气 这手段着实厉害 你到底是哪方势力 为何要与我明月楼为敌 明月楼 还有江家公家 你们迫害江红颜 让她无路可走 听清楚 炸天帮 就是来为江红颜戳头的 与江红颜作对 就是与我炸天帮作对 我猜的居然是分身 小畜生 拿命来 老头 你反应太慢了 拜拜 溜了 来到东荒的第一天 就已经接连得罪江家 公家 庆华水月派与明月楼 别跑 把东西还给我们 这只死狗 居然敢拿我配美行的东西 抓到了就打死你 小子 小子 我见到了一枚龙原惊魄 其中蕴含针龙印记 这些家伙起了觊觎之心 竟然出手来抢啊 丑 道友 这位道友 您是天骄吧 你只狗拿了我拍美行的龙原惊魄 并非捡的 你给我干嘛 原来你是拿了人家的东西啊 还敢说是你捡来的 本身尊靠死里得来的东西 凭什么还回去 有种让他们来拿回去啊 这位天骄实在是太感谢你了 这只狗是你的宠物吧 龙原惊魄 乃是十分贵重的宝物 是江家寄存在拍卖行的宝物啊 若是一事 后果不堪设想呢 你说什么 这是江家的龙原惊魄 沈星辅 刘 天骄 你怎么跑了 小子 我没想到这是江家的龙原惊魄啊 江家老祖可是合体期的老变态 你真的要得罪他们 得了吧二狗子 我徐薛什么人不能得罪 你知道为啥我和他们过不去吗 因为你疯了 我还是赶紧溜吧 不止江家 东荒的各大势力都在追杀红颜 他们害怕红颜的真正实力 于是处处陷害红颜 与红颜为敌 那就是与我须缺为敌 你一向自私自利 不像是你的作风啊 你说啥 对了 我突然想起来 你有如此多的敌人 一定需要帮手 本身真不辞辛苦 你去寻找帮手 你都得我回来 这死狗又临阵脱逃了 算了 留他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 好久没有看过自己的资料了 系统 我现在有多少打链值 八万多 再久没关注 没想到我已经累积这么多打链值了 都得好好存着 存够十万 就能升级系统了 购买星辰街的法权 才有资本抗衡猎血气 对了 还有二狗子带来的那枚龙原金破 系统 帮我检测一下这玩意儿是不是很值钱 龙原金破 乃上古密宝 烈化后可吸得星辰街法诀 并有概率 吸得高级星辰街法诀 我能误出星辰街法诀 那岂不是 小子 救命啊 这魔女要杀了我呀 女魔头 快放害我 小家伙 你的狗狗想临阵脱逃 我给你抓回来了 小子 你认识这么暴力的女魔头吗 算认识吧 没想到在这里能遇到你 柳静明 小家伙 你我之间又没什么深仇大恨 你何必如此警惕地盯着我 小家伙 你就不想知道 我为什么来找你吗 你找我无非就是窥探我帅气的容貌 我早就习惯了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拜拜 将红颜托我带话给你 不感兴趣吗 什么 红颜找你带话 怎么可能 整个天罗城都在通缉你 若不是红颜告知 我怎能暗中跟踪你到此 不过我还真没想到 短短几个月 你的实力进展如此之快 我哪里快得过你 你已经是练须期了 老司机都没你快 不 何止是快 简直就是神索 这女人从应变期之间 到达了练须期高层 简直变态啊 这点你不用惊讶 我本就是练须期 前往水源国时 只是压制了些修为 才让你这个小家伙 以为我是应变期 别叫我小家伙 为何 江红颜能叫 我却不能叫 我说了别叫 现在就收拾你 别这样嘛 那人家就叫你小缺缺 这女人 不简单 江红颜让我通知你 不用在明月楼等她了 过段时间 南周秘境试炼开启 她便会出现了 南周试炼 果然 行 我知道了 二狗子 走吧 等等 小缺缺 你干嘛这么着急走呀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她交代我看着你 不能让你到处闯祸 还有就是 就是什么 你想知道呀 想知道的话 就跟着我一起去南周 在路上 你要乖乖听我的话 不能惹事闯祸 还要请我吃好吃的 还必须夸我长得美 等你都做到了 我就告诉你呀 二狗子 我们走 好 小缺缺 小子 这次我挺你 那女魔头欺人太甚 不能让她跟着我们 对 我们自己找方法 去南周试炼 可恶的小鬼 竟敢这么对我 想甩开我 我偏要跟着你 小缺缺 等等人家吗 我们又不是很熟 你能不能别跟着我 听到没有 女魔头 再跟着我们 本身都一圈轰死你 哦 你确定要来试试 小狗狗 还是下一次吧 小缺缺 你就让我跟着你嘛 你要怎么样才答应人家 我真受不了你了 听好了 看在红颜的份上 我就让你跟着我 但是路上你要乖乖听我的话 不能惹事闯祸 还必须夸我长得帅 明白了吗 不来你就走 别跟着我 小子 那女魔头一定有什么阴谋 才会死皮烂脸的跟着我们 咱们还是离她远点呢 废话 还有你说 一眼就看出来了 小缺缺 小缺缺 你好帅哦 人家什么都听你的 求求你让我跟着你吧 小缺缺你好帅 小缺缺你真酷 人家什么都听你的 人家不会给你吵货的 小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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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下去 惹我了 小缺缺 小坏蛋 你真失礼 什么声音 彩石场 这森林里怎么还有一座彩石场 小缺缺 要不要去看看呀 说不定你又能惹上什么麻烦呢 你不是最喜欢惹是生非吗 我许确是这种人吗 二狗子 你去看看 不了不了 本神尊不是那种爱凑热闹的龙啊 这女人居然怂恿我去八卦 一定有什么阴谋 我也不是那种爱管闲事的人 二狗子 咱们走吧 小缺缺 唬一唬你还真不去凑热闹了 江红颜让我看着你 我还真怕你到处闯祸 刘空四射 毕竟是块好宝贝啊 不愧是江家的石匠 雪石果然眼光独到 原来是在赌石啊 赌石 那是什么 购买石料 切割后博取里面有贵重的矿石 若是开出精品 便能赚个盆满钵满 以前在地球便有这种行业 要开了 到底是什么宝贝 什么情况 那石料内蹦出的原石飞到我这里来了 原石飞出去了 是天上的男子 居然敢抢我们的原石 杀了他 等等误会啊 谁要抢你们的破石头啊 破石头 混账东西 这可是江家采石场 你不止出手抢夺原石 还敢出言不许 发生什么事情了 江长老 就是那小子 抢夺了我们的原石 说好的不管闲事 怎么那小子又惹是生非了 大家稍安勿躁 都是误会呀 去我身后 无语晚辈碰巧 途经此处 并非有意抢夺你们的原石 大伙无需紧张 我们并无恶意 怎么又惹事了 这也能怪我啊 练虚奇修为 加上这身装扮 你是极乐宗的圣女 极乐宗 那不是东方著名的魔门吗 他们怎么会在这里 老朽江天海 见过极乐宗圣女 圣女 您说此事乃是误会 极乐宗圣女 原来二狗子不是在开玩笑 这女人还真是魔女啊 可是众目睽睽之下 原石的确被那小子所拿取 若是传了出去 极乐宗就能在江家采石场夺取原石 这怕是不太好听啊 什么抢挪不抢挪 老子的天人飞得好好的 你们采石技术太差 导致原石崩飞 还差点砸到我 行 学学你别说话 江长老 我的晚辈也是出于自然反应 才出手接住原石 并非想抢夺 圣女恐怕有所不知 江家的原石 不允许任何外人触碰 即使是崩飞 她不出手接住便可 我们能自行寻回原石 看在圣女的面子上 她将原石还回 并道个歉 我们便不追究了 小薛薛听到没 快和人家道个歉 这事就这么算了 自持大家族便可颠倒是非 还想让我给你们道歉 江家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做你三个字 要死了 说什么 好猖狂的小子 外人不允许触摸彩石场的石料 这是规矩 你坏了规矩 就必须道歉 笑话 谁喜欢摸你的原石啊 听好了 老子是炸天王徐轩 给我道歉 不然石料就别想拿回去了 混账小子 把他拿下 赢 曲曲应变其二层 别太自以为是了 唉 小鹊鹊 这可是你自己惹的货 我可不会帮你 这是江家的彩石场 我不方便多少 这小子身上似乎有缩地成寸的福禄 逃生肯定不是问题 让他吃点恐龙 你别出手 你千万别出手 这实在是大好的机会 江长龙应变其六层 石宫们应变其一二层 都是点杀人数和杀人剑的好材料啊 消耗五百点打脸值 兑换杀人剑成功 消耗一千点打脸值 兑换杀人数成功 一压三名应变其修饰 杀人数与杀人剑 一加三层 可恶 吃我一刀 送经验的真多 你问我 鸡烧 五名应变其修饰 鸡烧 八名应变其修饰 此从来到东方 遇到的全是练须器强者 根本没经过爹杀人剑 与杀人数的草数 这个采石场 真是宋上门的福利啊 掌心叠满藏数 三十倍的增幅 绕得东方实力大涨 雕中小姐 今天就由老朽来制裁你 老朽乃江家第十八长老 堂成应变其六层修为 长城老朽的棍圆霹雳 一共击杀 三十名应变其修饰 恭喜宿主 杀人剑与杀人数 均叠加至满层 恭喜宿主 力量与法掘均已提升三十倍 升级 目前修为应变其三层 江长老 居然被一击秒杀 使炸天帮徐雀 袭击了江家的采石场 快逃 去禀报江家的强者 小雀雀 有人逃了哦 我帮你善后 免得走漏了风声 不行 老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怎么能做出赶尽杀绝 这么残忍的事 不放几个逃兵回去 怎么打响我 乍天帮的名声 小子 说得真好 本神尊就不怕什么江家 但是本神尊突然想起来 还有要事再生 咱们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今后有缘 小子你干什么 松开松开呀 别醉这么神尊的 小雀雀 江家知道此事后 不会放过你的 哼 不用此事 他们也不会放过我 持续换张脸皮 他们便不认得我了 既然如此 我也换个装扮吧 你可不能偷看我换衣服呀 小雀雀 赶紧的 别浪费时间 那我就在这换 你不许偷看哟 我以二狗子的性命担保 绝不偷看 天地可见 换好了 搞什么 原来是用法术编啊 小雀雀 你很期待人家 像普通人一样换衣服吗 谁期待啊 这 穿帮了吧 算了 别提醒他 待会儿看他怎么出球 伪装傀儡 现在不会有人认出我们了 走吧 去下一个城市看看 你们快看 好奇怪啊 那人不是男的吗 怎么 啊 啊 啊 为何许多人对我指指点点呢 原来他是真的不知道啊 如理的路人 我来赶走他们 原来 他还有如此可靠的一面 哎 你们几个 干嘛对着别人平头论足 这样非常不礼貌 你们知道吗 不过是吃多了而已 有什么好惊讶的 你说什么 小雀雀 你居然敢耍我 快走快走 小雀雀 你太坏了 哈哈哈哈 哇 开始了开始了 赶紧去看看 听说这次的主持大会 是江家与龚家联手开展的 从九大绝地之一的乾隆窟 拉来了一批古石 我的天 那一定能看出非凡的绝品呢 快走 主持大会 小雀 听起来很有趣啊 我们去看一看啊 等等 帮我看看刚才拿到的原石是什么 检测完毕 宿主获得的原石 乃龙原精魄 与宿主另一块龙原精魄相差无几 宿主可将两块精魄融合 便可获得二星精魄 二星精魄 可百分百习得星神阶法诀 百分之五十 习得高级星神阶法诀 还有这种好事 不行 我得多高几个精魄 将高级星神阶的概率提到百分之一百 哈哈走 咱们去浊石大会瞧瞧 等等小雀雀 刚才江家的采石场 有大量的石料剩着你不要 怎么现在又想着去看浊石大会 没办法 山二狗子想去 我们就陪它吧 别什么都来我身上 这块橙色不错呀 快过来看看这个 这块灵气最为充裕 看得我瘦痒痒的 小子赶紧买一块来试试手气呀 不行不行 这些石料橙色都很一般 极品都还没拿出来呢 那要先买一块玩玩嘛 光在这里看着多没意思 光满一块有什么意思 你们给我听好了 这里的石头老子全要了 玩石头 过来给我打包 啊 选要了 这人是谁呀 屋主竟然如此阔绰 眼光和纹裤子弟 就花大价钱买这种废石 数量再多 这种石料也不可能开出极品 小雀雀你疯了 嘿嘿嘿 小子啊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不 我没疯 我口袋里的零石太多 钱财积压在我的身上 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 不将零石用出去 我的灵魂都得不到安宁啊 零 零石太多用不出去 这家伙是来着实大会炫富的吗 可恶 石料全被他买了 我们买什么呀 他都买了 你就看戏就好了啊 这位公子 您确定要购买所有石料吗 所有石料一共一千两百块极品零食 一千两百块 这么贵 我身上一共就只有三千多极品零食啊 钱在这里有光 待会极品石料怎么买啊 可是 脸都打了 怎么能收回去 全买了 现在就给我开这些石料 拿去 这储物借重用你要的零食 公子阔绰呀 感谢您购买石料 哎 小的们 上来开始 是 小圈圈 我有预感 这一批石料可能开不出东西 怎么可能 我向来都是欧皇 是块废料 太臭了 第一块就是废料 这位公子 您购买的石料已经全部打开 全部都为废料 这 全是废料 就算运气差 也不至于一块原石刀 柳小姐 为何你会觉得这些石料都是废料 小圈圈 你不觉得 最近你的运气实在有点差吗 据我所知 你来到东荒之后 接连遇到炼须其强者压制 不管走到哪儿 都会莫名其妙地惹是生非 今天这石料也是空无一物 小圈圈 你与江红颜走得太近了 你被他的厄运所牵连 现在的倒霉 只是一个开始 红颜的 祸水之命 所以我才劝你 不要烫这趟祸水 再这样下去 厄运会越来越严重 最终 又是这套说辞 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怕了吗 今日 天药和这命运刚毅吧 在浊石大会还有别的史料吗 我全包下了 今日 天药和这命运刚毅 在浊石大会还有别的史料吗 我全包下了 还要买 果真是土豪啊 小圈圈 你 公子 好实料多得是呢 这里只是外围的小卖场 真正的浊石大会 在后院里呢 请公子随我前来 这批石料的橙色着实不错 或许能开出至宝啊 不愧是三大家族联手带出的石料 这场浊石大会 石料的价格必然高到离谱 公子 请这边入座 石料的拍卖马上就开始了 如此年轻的小辈来参加浊石大会 真是闻所未闻 是哪家新进的天骄吧 次世财力丰厚 怕是没见过世面呀 敢来浊石大会的 无一例外都是名门望族 若是兜里没点料 怕是被众人耻笑啊 李小姐 抱歉打扰到你们 这位是参加浊石大会的王公子 其余的雅座均已满 不知能否与您共坐啊 你好 在下诈天帮王匆匆 不介意我们入座吧 诈天帮 不入流的玩意儿 坏事的 你是看不起我们李家吗 将这种小人物与我安排在一起 是什么意思 李小姐 不是这个意思呀 其他的雅座都已经满了 只有这里还有位置 你听不懂本小姐的话吗 退下 诶 怎么闹起来了 那小子想和李家同坐 可笑 不知道哪来的野小子 今天老子就要坐在这里 有种的话 你赶我走 放肆 你算什么东西 单敢坐在这里 本小姐给你三喜事件 立马带着你的狗滚出去 说什么呢 我是狼 小圈圈 你看你找个座位都能遇到麻烦 你还不相信这是江红颜的厄运 别慌 别慌 还没还没开始 时间多的是 咱们来煮点东西吃吧 好久没吃过你的豆腐了 多来点 这是什么味道 什么味道 怎么这么恶臭 各位稍安勿躁 这是乍天帮的无敌美食 臭豆腐 太恶心了 我们快走 小圈圈 这么臭的东西你们怎么吃得下去 这叫臭豆腐很好吃的 瞎你那损腮 有什么好怕的呀 这臭豆腐能增强神魂力 不吃你可亏大了 增强神魂力 能够增强神魂力 这小子疯疯癫癫 但确实让我有些好奇 你 去尝尝那食物到底是何物 遵 遵命 这位王公子冒昧打扰到你 在下乃净花水月派的弟子 我十分好奇 您的臭豆腐是何味道 能否赏赐在下一块 瞧你那脸色 这可是好东西啊 来 给你吃一块 死就死吧 长老的命令可不能违抗 东东 这 不激化的美味豆腐 浓郁香甜的汁水 在口腔中炸开 浑身的毛孔都舒展开来 神魂力也上涨了一大截 什么 真的提升了神魂力 那臭豆腐似乎确实是神物啊 能够提升神魂力 感谢公子赏赐的造化 在下感激天灵 快把衣服穿上 小友 能否让老朽尝试一块 这位天骄 老夫也十分好奇这臭豆腐 老夫赏赐你一块极品骨石 换一块臭豆腐如何 血老头 你 剩下的臭豆腐都给老朽吧 老朽赐你一件六星法器 快乐 你 什么六星法器 老子给你七星宝剑 胖无道你什么意思 竟想独穿臭豆腐 你要占你七五月 你管得着吗 大伙 大伙 少安勿躁啊 刚才的修士吃了我的臭豆腐之后 神魂力的确有所提升 大家都有目共睹吧 大概提升了一成吧 所以我们才想购买剩下的臭豆腐 那这锅里呢 还有最后四块臭豆腐 咱们一口价 九九八块极品零食就可购买 九九八九九八 统统九九八 买不了赐亏 买不了上当 臭豆腐立马带回家 什么 九百九十八块极品零食 小区区 你这开价也太高了吧 刚才你全包外面的食料 才花了一千多极品零食 这位小友 我想和你谈谈 我乃江家长老江离木 这次着实大会的主导者 你再次售卖臭豆腐 我并不反对 可据我观察 你这臭豆腐提升的神魂力要小 就与我成为宁魂丹差不多 而宁魂丹的成本 最多只需三块极品零食 对比下来 小友你的臭豆腐 开价是否太高了呀 江长老 这你可就误会我了 净花水月派的修饰 只提升了些许神魂力 是因为它本身神魂力就不高 我这臭豆腐 不管使用者的修为高低 都能提升一成的神魂力 都能提升一成的神魂力 怎么可能 踏入炼虚气后 神魂力的提升难于登天 能提升一成 太夸张了 若真如此 一万枚凝神蛋也比不上臭豆腐 小友 你所言可是真的 明人不说暗话 是真是假 你买一块不就知道了 好 我便买一块试试 请 江里木居然主动买了一块 我们看看它是否真的有效果 果然如同分变一般恶臭 太好吃了 江里木果真提升了一成的神魂力 他的神魂压制 让我喘不过气来 感觉如何 这里是三千块几品零食 剩下的三块 我八皇青龙派全要了 区区三千也想要 我出五千 我出八千 我公家出价一万几品零食 只买你一块臭豆腐 我江家爷出价一万几品零食 购买一块臭豆腐 小雀雀 你千万要小心啊 怎么了 你别看这几个老头各个急得面红耳赤 似乎没有什么架子 但他们可是东荒大陆各大门派的长老 各个都是万人敬仰的修士 你不要因为卖臭豆腐得罪他们了 放心 自有分寸 江长老 工长老 这是你们的臭豆腐 请拿好 这锅里还有最后一块臭豆腐 还有人要吗 没有的话我自己吃了 这家陈连车的东西你要自己吃 话说他刚才吃了好几块 这得多少零食啊 等等 不对啊 小雀 你刚才自己吃了那么多臭豆腐 怎么你的神魂力没有提升 莫非 没错 你猜对了 提升神魂力的效果 一人只能一次 就算如此 也是神物啊 那必须等到练须期再吃提升最大呀 价格水涨船高 最后一块臭豆腐逼人不便宜 自己还得留着卓氏大会购买股食 我出价多少合适呢 这位小友 无奈白家长老白冷 我手上的零食还需留作卓氏大会所用 你能否接受欠条购买你的臭豆腐 可以啊 我接受欠条 这 真的吗 可接受欠条 我计划水涨牌给你打一本零食的欠条 最后一块臭豆腐买给我 滚开 又是你这家伙抬我家 小友 我公家给你打两万几品零食欠条 以及 这批古石 我让你先挑选一块带走 如何 什么 这批古石是三大家族长官 他们用古石购买臭豆腐 我们真的没有竞争力 这臭豆腐如此强力 是培养族内人才的上上之选 可惜了 我白家 多加一块古石 我将加出三块古石 共加四块 为首的两大家族杠起来了 将加五块 六块 七块 八块 三大家族乃东荒最有影响力的家族 正因如此 对方才是最大的竞争对手 将加与公家各得了一块臭豆腐 现在这最后一块 谁都不想让对方获得 白家虽想参与 可终究与其他两家有些差距 我将加出十块古石 长老 你将加果然出手阔绰 既然你这么想要 这臭豆腐 我公家让你便是 走 江长老 这是您的臭豆腐 这场疯狂的抢购结束了 小缺缺举手投足 便赚到了几万零石 与十块古石 让人叹为观止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着实的 你 你 新的一锅 还想要吗 你刚才不是说这是最后一块吗 怎么现在又来一大锅 你是把我们当猴耍吗 我没耍你们啊 我刚才说的是锅里最后一块 没说错吧 这 如果你们问我有没有新的臭豆腐 那我肯定说有的呀 问题是 没人问我呀 可恶的小子 小友 那你这臭豆腐 买多少零食 一直都是九九八块零食 是你们自己要加价的呀 鸡嘴的小子 比他耍了 小子 那我想问你 你到底还有多少臭豆腐 嗯 这锅里就是最后的臭豆腐了 你们要买吗 我要一个 给我也拿一块 我也是 或许不用我过多介绍这批古石了吧 三大家族联手 从九大绝境之一的乾隆窟带出来的 每一块都绝非凡品 瞧这古石流光溢彩 灵气围绕其上 大家若是看中哪块 价高者得 等等 刚才江家长老写下欠条 让我先行挑选十块古石 这 若是大家不介意 我先选完十块古石 你们再拍卖 如何 这古石数量如此之多 让他选去 区区一个天骄 能有啥毒辣眼光 尽管让他挑选 绝不可能选中极品 小友 你选便是 行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嗯 选哪块好呢 小圈圈 以你的气韵 只能选到费石一颗 不要白费力气了 哼 我偏不信 系统 消耗一千点打脸值 获得X光透视机 一天的使用权限 此机器能透视石料内部 直接查看原石 嘿嘿嘿 这下我看到破气韵 怎么阻挡我 看看这石头里有啥 人 人头 这古石内怎么会封存 这一颗人头啊 太恶心了 你不要这个 哇 这块有龙原惊破 方老头 你说 这公子能选中质宝吗 哼 怎么可能了 着实需要毒辣的眼光 他还是太嫩了 那 我选好了 这一块 还有这一块 都给我装起来吧 公子 这是您的十块古石 请收好 谢谢 哼 这十块古石色泽太过鲜艳 明显没有质宝之相 小圈圈 这么快就选完了 你行不行啊 放心 钱都是好货 他挑选完就轮到我们了 嗯 我看这块不错 这块古石灵气十分浓郁 里面肯定有质宝 这块古石 我李家开价五千几品灵石 我出六千 疯张了 李姑娘 这块可是好食料啊 这块古石确实不错 大家都是食货之人 我出金钱 哼 我李家出一万几品灵石 我先看中的古石 我必须拿下 我出一万二 啊 喂 你什么意思 说是大会价高者得 我看中了这块食料便出价 有什么问题吗 你 我李家出一万五 pass 小圈圈 你干嘛呢 他那么想要 那我就抬一下架 让他出点血 小圈圈你真坏 李小姐 无人竞价 这块古石是您的了 我们走 他花大价钱买的是颗人头 眼光真是不错啊 人头 他在说什么 一个连着实都不懂的小子 也敢胡言乱语 将本小姐的玉刀拿来 一股寒意合理的始终奔发出来 里面到底是什么 是 是一颗死人头 这股邪气 正是一位曾经修为通天的修士 他已经闲逝多年 尸首的能量依旧影响天日 就算是为大拿 他的人头对我没有用处啊 那个小子刚才预言了这里面是颗人头 他是怎么知道的 那小子 能洞悉古石内的物件 小雀雀 你真能知晓古石内的东西 没错 各位 想必你们都发现了 我能知道古石内的物件 靠的便是我手中的这枚神器 钛合金狗眼 钛合金狗眼 那是什么东西啊 此物能透视古石之大内部 窥探其中的物件 卓石绝不会买到废石料 现一口价 十万几品零食 大伙都是识货的人 想必知道此物的价值吧 可都是石料内部 如此神物 大量获取龙原金 我不再是梦想 小曲曲 你这是想做什么 我挑选的石料内 已经有我需要的东西了 再捞一笔我们就撑 大伙若是还不信 就看看这个 这块石料想必大家都看不上眼 但是 我钛合金狗眼观察得知 里头有龙原金破 什么 这块石料橙色如此差距 居然真的有龙原金破 来老头公老头 不如咱三家联手拿下此物 你们意下如何 我觉得可以 没问题 如此神物 三大家族相互竞争 必然大出息 还不如联手拿下 日后开出质宝 平分并好 小友 我净花水月派出家十万 小友 其他的话不多说 我江家与龙家白家联手出家 三百万吉品零食 这价格 你觉得如何 四百万 三百万 看来你们懂得这东西的价值 平家 这几个长老出高下一口买乱 看来他们已经起了杀心 来江长老 这是你们的太和金狗眼 还有这物品的使用说明书 请妥善保管 小圈圈 那宝贝 你就这样给他们了 我觉得不止这个价 嘘 那物品过了今天就失效了 他们被我骗了 我们快走 各位 在下还有一些私事 先行告退了 三大家族的长老怎么还没追上来 真耐得住性子 小子 明知他们会来拦截 为活我们还不赶紧跑了 跑什么 就是得等他们来 三大家族联手买下了透视机 大家族之间怎么会真心与别家合作 这正是让他们分崩离析的好机会 身边还能装点打脸职呢 这小子 还敢悠闲地在这逛呢 他离开前说的话分明是知晓我们会来拦截 莫非 他还有什么后手 他一个鹰变期的小辈 能有什么后手 他赚取了几百万极品零食 怎能让他就此离开 空老头 莫非你害怕一个鹰变期的小子 放什么狗屁 小的们 给我上 上 哦 我等你们好久了 总算来了 小友 月黑风高 你们独走夜路 怕是不安全呀 我们甚是关心你们的安危 特来护送你们出城 原来如此 长老们真是有心了 嗯 我想想啊 那护送费应该是 三百万极品零食 对吧 聪明 长老们还有一事不知 那神物太合金狗眼 虽然你们买到了 但他还需要一道口诀才能使用 若是江长老的保护费如此昂贵 那恐怕 你说什么 江老头 这神物真的透视不了 小友 没想到你还留了一手 在下将这口诀传授给你们 便不劳烦你们护送我了 如何 快说 这玩意到底如何使用 哎 不要着急 江长老 你将神物置于胸前 哎 对对对 就是这样 然后跟我一起念口诀 若是达萨碧 叫他收入体内 好 若是达萨碧 收 不见了 神物已融入你的体内了 现在神物与你融合 只有你才能催动他 其实已经被我收回系统背包内了 江老头 神物被你纳入体内了吗 你 感觉如何 我 我好像没什么感觉啊 没感觉就对了 神物隐藏在体内 不能被外人感知 你再跟着我念 出来吧 我的大宝贝 出来吧 我的大宝贝 真的找我出来了 江长老 此神物与你的神魂所绑定 以后你可随意召唤 你再收回去 然后就能正常使用了 我死达萨碧 收 恭喜江长老 神物已经彻底与你相容 日后着实 三大家族必所向无敌 对长老 口诀意传授完毕 我先走了 跑得真快 他走慢一步 我就出手拿回灵石了 不 至少我们知道了神物真正的用法 如果没来拦截 这神物只能砸在手里了 江老头 你快把神物拿出来试试 将剩下的古诗全开了看看 好 出来吧 我的大宝贝 出来吧 我的大宝贝 江老头 你什么意思 神物找回不出来 为什么 江老头 你别和我们耍花样 神物明明被你收入了体内 神物可是我们三家共同合资买下的 你可别想独吞啊 谁想独吞 我是啥了吧 神物确实召唤不出来 我持江老头 将神物交出来 你们疯了 没得受到坑了 还敢狡辩 我持江家 建设独推神物 受死 你 找到同事出手 我难以抵挡 神物先行撤退 我后再去解释 神物 让他给溜了 神物在他身上 我们亏大了 反令下去 权东皇通缉江丽木 不能让他独吞神物 是 我们安全了吗 放心 他们不可能再追上来了 小圈圈 没想到你还藏着一招 缩地成寸 难怪你能在那群 老怪物面前有恃无恐 过于了 过于了 藏有质宝的古石 都已经拿到手 我的目的已经达成 接下来 该去找红颜了 小圈圈 我说过的 我不会告诉你 红颜的下落 放心吧 我没想着让你告诉我 咱有诈天帮绝技 头衔问路 东南方 东南方 是错的 小圈圈现在厄运缠身 不可能依靠这种方式 找对方向 鉴于我现在被你所谓的 厄运缠身所困 运气一定差到爆棚才对吧 我一定是错误的方向 我选择去 西北方 什么 小圈圈 你怎么能这样思考 东南方是错的 不代表西北方就是对的呀 瞧 你不就亲口告诉我 西北方是错的了吗 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东方再大 我也相信我能找到胡言 那你就试试 你说什么 着实大会上出现了能透视古时的神物 你与江家白家联手买下后 江黎木独吞逃走了 神物与江黎木融合 只有他能召唤 正因如此 他才起了贪念 害出门人寻找他的下落 绝不能让江家独吞此物 可恶的江家 我高价买下的神物 他竟敢独吞 下面的人已经开始找寻他的行踪 一旦有消息 就会通知我们 江家竟敢明目张胆 做出如此无耻之事 不能让他们一家独大 找到江黎木 夺回神物 是 赶了一天的路 应该修正一下方向了 小圈圈第一次选中的西北方 确实是正确的 但现在若是继续向西北方走 便会偏离方向了 再来一次 头衔问漏 西南方 我们从东南方沿西北方而来 而这次出现了西南方 排除掉三个方位 那正确路线就是 东北方 他居然猜对了 柳小姐 看你的表情 我猜得八九不离十吧 我可什么都没说 赶了一整天的路 今晚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吧 消耗一百点大脸值 购买野营套装成功 好香的食物啊 你们先吃 我先帮别的 首先 要将浊石大会中获得的股市全部打开 破 嗯 获得了许多宝物与龙岩金破 西桶 将所有龙岩金破融合 融合中 恭喜宿主 获得三星龙岩金破 西桶 高级星辰皆法决的概率是多少 西桶 高级星辰皆法决的概率是 百分之一百 哎呀 高级星辰皆法决 东黄大陆的修士 你们颤抖了吗 西桶 让我炼化龙岩金破 大眼之术故事 岂有四十有九 此法权 由三千大道中眼链而来 约翰今天动地的神威 传承于龙子 构有五印 每一印修理圆满 且拥有龙响之力 如正 大眼龙响音 什么情况 他在干嘛 好可怕的真原理 小雀雀在修炼法诀 这小子 修炼了什么奇怪的功法 小雀雀的功法 竟然我感到一丝压迫感 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 高级星辰阶法诀而已 星辰阶 法诀 小雀雀只有鹰变气低层的修为 却能领悟如此强大的法诀 难怪 江侯爷说 他能成为圣子 为何我只有天雷印有进度 仙道印与佛陀印也不能使用 星达 这是啥意思 宿主需将前三印修炼圆满 方可使用最后两印 因宿主修炼过雷霆法诀 所以天雷印有进度 我吸收了如此多天雷 天雷印却只有39%的进度 看来这法诀上限很高啊 唉 时间不早了 大家都休息吧 明天一早起来赶路 唉 柳小姐 我继续投协问路 总有一天能找到红颜 不如你直接告诉我红颜的位置 咱们节省一点时间 你说对吧 小雀雀 我跟你说了吧 江红颜依靠父母留下的残隽 已经接近渡劫边缘了 他寻了一处无人打扰的地点 打算一举突破鹰变旗 到达炼虚奇修为 但我知道 只凭他手上的残隽 是不可能突破的 残隽 不 我手上还有十五的残隽 一七花三千 必须交到红颜的身身 至于江红颜到底在哪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他大体的方位 对吧 那你也知道 这个方位是对的吧 那你告诉我 这个方位继续飞下去 是什么地方 这个方位 九大绝境之一的 藏仙谷 想必一定是杜姐的好地方 走 红颜一定就在那儿 红颜 再过不久 东方的修士便会找到这里来 这次他们请动了天机老人 你再怎么躲 终究也会被找到的 红颜 加入我逍遥楼吧 这样我就有机会 将他们拦在谷外 保你安全 谢谢你如此为我着想 董楼主 但这终究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希望让我自己来解决 你能理解我吗 董楼主 红颜 你不懂 天机老人出手 你完全没有 逃脱的可能 无论你躲到哪儿 他都能算出你的下落 再过不久 整个藏仙谷便会被各大势力 所围困 你若是不加入我逍遥楼 我没有借口让他们停手啊 董楼主 你还是不理解 接下来会如何 看天意吗 红颜 什么人 他们不可能这么快找到这里 不 这个声音 是他 红颜 总算让我找到你了 小家伙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交代过柳静明 不要透露我的行踪呢 不管我的事啊 我可一句都没说漏嘴 是我自己推断出你的方位 这么厉害 董董 红颜身边怎么有个男人 柳小姐 那个男人是谁啊 小切切 江红颜虽然在东荒举世皆敌 但她有一副美丽的容颜 所以向来都不缺乏追随者 你说他 他放什么东西 这一下你遇到对手了 红颜 这几位 是你的朋友吗 这位是徐确与柳静明 这位是董根基楼主 幸会幸会 幸会幸会 多谢你照顾我家红颜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不用谢 毕竟红颜需要我才能保护好 整个东荒都在追杀红颜 就凭你能做些什么呢 如果交给你的话 更不可能救他了 你们可真热情呢 小学学 这位可是大名鼎鼎的逍遥楼楼主 董根基 你可不要得罪他了 逍遥楼 董根基 没听过 逍遥楼 是东荒大陆威名远扬的组织 入楼难度十分之高 只有实力强劲的圣子圣女 才有机会入选 而逍遥楼楼主董根基 更是千年难得一遇的奇才 不敢当不敢当 柳姑娘言过其实了 据说董楼主出生时 口涵一块金玉 玉石上便刻着根基儿子 此事惊动了天机老人 老人出关亲自给董楼主算命 最后说 此子乃些人转世 日后必是仙庭之根基 什么玩意儿 好了 我还有钥匙在身 不能陪你们胡闹了 你们就先离开 小姑娘 是你说好的陪我来东荒取灵草 现在你有难却要赶我走 我可不接受啊 小家伙 可是 这位根基先生 我与红颜有一些家事要谈 如果你不介意 可否暂毙 既然如此 我就先行告退了 董楼主 请慢走 他总算走了 小家伙 这个人可不简单 你招惹了他 日后得多加小心啊 你知道的 我才不会怕的 小家伙 你不应该来找我的 明天或许会发生非常危险的事情 你应该等这一切结束之后 我再去找你一同寻找灵草 不 这次你真的需要我的帮助 我知道了你需要修炼的法诀 你手上 还缺其余的残卷对吧 你企划三清残卷三 你拿去修炼吧 或许今晚就能突破 小家伙 你手上 怎么会有这本残卷 快拿去 等我攒够打脸直 将后续的残卷 一定给你弄来 小家伙 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但是 这份残卷对我真的很有光处 谢谢你 小薛薛 嗯 你一直说要来找红颜 现在找到他了 接下来 你要怎么办 红颜得到了残卷 若是在此妒劫 整个东荒都会被惊动 到时候 他的仇人全数来围剿藏仙谷 只凭你的实力 你要怎么对付那么多敌人 柳小姐 你知道这个藏仙谷像什么吗 什么 像一个葫芦 此地形一手团工 只有正面的谷口可以进口 嗯 但谷口被突破 我们被困藏仙谷内 插翅难飞啊 不 我们不需要逃 如此多的练须其修士 都是大好的经验啊 经验 只需要一个实力强劲的凶刃 便可以将闯入藏仙谷的修士 全部葬送于此 秦极大人 就是这里 据天机老人算出的结果 江红颜将会在此藏仙谷渡劫 很好 看清楚这里的地形 不能让他有退路 是 邀秦极小姐 你也来了 萧太玄 天机老人已经出手 全东方的仇敌 这次终于要陨落了 大家都到了 看来这次江红颜 插翅难飞了 将藏仙谷彻底搜查一遍 不要漏下任何一个死角 各大师里的修士们 还请留步 逍遥楼 董楼主 您怎么会在此 这董根基向来欺慕江红颜 此次围剿江红颜 或许他会出手阻挠 各位 关于江红颜 大家都知道 只要他修为越高 便会扩散更强的厄运 所以 各位视他为最大的敌人 他即将冲击炼须奇修为 为了大家的未来 怎能放任他继续修炼 我有一个建议 希望大家能听一听 若是我亲自废了江红颜的浑身修为 还请各位 留他一条性命 这 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快看 藏仙谷被一道帷幕笼罩 那是一道法阵 有人将江红颜连同整个藏仙谷 都保护起来了 高界阵法 小雀雀 没想到你还有如此神物 这是我花费了大价钱买来的 希望能拖延他们进攻的节奏 只要能撑到红颜开始渡劫 那漫天的雷结 将成为我最好的助力 东皇各大势力都赶来藏仙谷了 这次江红颜赶回到东方 定将他葬送于此 东老主 恐怕您的提议 无法说服在场的所有人吧 主 如此正常 或许真的难以保下江红颜的性命 是谁 在藏仙谷 布下了一座高阶阵法 是江红颜吗 他居然有如此手段 真是浪费 我派护山大阵 还都只是中阶的阵法 阵法一旦布下 就无法移动 看来这座阵法 注定要毁坏在藏仙谷了 小雀雀 外面集合的修饰越来越多了 有许多大势力的长老 都是连虚奇的修为 你真的能应付如此多的敌人吗 刘小姐 谢谢你一直陪我到这里 干嘛突然说这些 一点都不像你 你是极乐宗的圣女 一定不方便留在这里帮助红颜吧 帮助江红颜 就相当于于整个东荒作对 如果我要出手 长老们也拦不住我了 我无门无派 不用担心牵扯到谁 但你不同 刘小姐 你还是现在离开吧 小区区 这小子 平时看起来疯疯癫癫 关键时刻 却挺照顾人的 还有你 二狗子 我咋了 反正你也帮不上忙 和柳小姐一起离开吧 臭小子你什么意思 你嫌弃我帮不上你的忙啊 你给我打杀 我们正就去找帮手 等我找到帮手回来救你 把外面的凶事打个屁一关尿流 柳小姐 我们走 这 这傻狗 红颜周围的镇月力波动 已经十分剧烈 看来再过不久 就能引发理解了 好 看来他们已经按捺不住 开始进攻了 这座高阶法阵 将所有资源倾注在防御力上 就算是练须器的修饰 也难以快速攻破 应该拖延他们不少事件吧 长老 阵法损伤如何 哼 无愧是高阶阵法 凭我一人之力 无法撼到他丝毫 所有弟子听令 使用最强法权攻击法阵 只要突破此阵 将红颜将无路可逃 是 弟子们 我们也一起上 是 花皇青龙派听令 全力攻击 是 弟子上 这是强大的统预力 不要在意真元力消耗 疯狂护杀 就算力竭 江红颜也不可能出来对抗我们 小小虎 小姑娘 不用担心 有我在 是雷杰 江红颜 快要突破这炼虚气了 如此甚好 大家快停手保存体力 为何要停手 江红颜突破炼虚气 引发的可是上古浩井 他在法阵之中 那雷杰并会引向法阵 利用雷杰的威力 直接击破法阵 我们便能一举攻入 要来了 有一道人影从法阵中冲了出来 那人是谁 居然敢正面一向雷杰 什么雷杰击破我的法阵 你可知道 雷杰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解释到大量雷电精华 冥王这预体正在牺牲 他用肉体承受住了雷杰 疯了吗 是他 那个在明月楼闹市的天骄 竟敢为江红颜出头 看我来收拾你 小子 拿命来 此两地 天雷电 这是什么大决 居然将鹰变气高洁的凶势一秒即上 好强啊 还愣着干嘛 一起上啊 一起上 小招 红杀智障 哈哈 正好 多谢你们送来的经验值 去死吧 啊 宿主挺在雷电之力流失过快 请我长时间使用此法诀 他的雷电法诀既然如此厉害 与他周旋 别硬上 都是过快 是你 不是有现成的充电宝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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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老 完全无法靠近他啊 既然不能白认真 那就夸军解决他 大家一起攻击 尝尝我的本命法器 击中了 如此多修饰同时攻击 他死定了 喜头 你开启自动修复过吗 宿主伤势过重 你开启急速修复功能 明瞄一点打脸直 哼 不好意思啊 只要你们没能瞬间秒杀我 我就永远不可能倒下 当初自断经脉的痛苦都熬过来了 这脸小伤算什么 只要有我在 谁都别想进入法阵内 可恶 可恶 这小子恢复力 怎会如此变态 这小子 褚剑掉出来了 哈哈哈哈 赶紧抢走他的褚剑 失去了里面的法器 你拿什么战斗 赶紧抢走 别让他这不是 等等 这褚剑 怎么越来越烫了 褚剑突然爆炸了 爆炸了 除剑是个陷阱 果然是他的作风啊 哈哈哈哈 真是年轻啊 我将佛怒火莲威力缩小 闯进了除剑内 舒服了吧 每一波雷劫的剑隔 越来越短了 雷劫的威力更强了 将红颜即将杜劫成功 看个谁怕谁 凌王这玉体正在高速吸收雷霆之力 天雷印尽度 百分之四十一 百分之四十五 百分之五十 如此强大的天雷 他好像顶不住了 趁他不能行动 我们动手杀了他 你疯了吗 不能靠近 若是对他出手 会向雷仙引过来 那种程度的雷鞋 稍微靠近 并会灰飞烟灭 这次到底修炼了什么法权 为何能以肉身抵抗雷劫 不 还生充满了电疗的气息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九十五 他将天雷的力量 全部吸入了体内 把握头 继续这样 什么死 他有神秘的法权 能吸收天劫中的雷霆之力 只要将红颜再渡截 他便有源源不断的力量补充 或许 他真的守得住 或许 这是什么 那天雷化作了雷霆士兵 这是天兵原来收了这小子呀 不用我们出手 这小子死定了 雷霆 谁收谁了 检测到大量雷霆精华 这雷霆进度百分之一百 收 让你们围观 查查我满记天雷霆的威力 快逃 这小子蒙了 骑下来 你 你们快看 天上的雷霆 被那小子炸开了 那可是杜劫练须器的上谷浩劫 居然 被这小子直接打散 不好意思啊 打脸太过用力 吓到你们了 不过我的实力就是这么强 欢迎没办法 还有谁不要命的 尽管来 什么 发生什么事情 消散的天雷 突然又劈响了那小子 我去 这天雷居然偷袭我 你是不是男人 居然玩音的 有种隔正面啊 竟然溜了 可 可恶 骨头断了 有系统的恢复功能 无法接上骨折的部分 发尘也被破开了 这下难搞了 糟了 小雀却身负重伤 发尘也被攻破 这下 不行 我们必须去帮他 柳静宁 出手帮助江红颜 极乐宗将会被东皇大陆 视为仇敌 宗门不允许你做出这样的行为 长老 即便是将我逐出宗门也好 我也要帮助他们 柳静宁 你给我回来 华人被天雷击破了 是我们进攻的好时机 休想 极乐宗魔女柳静宁在此 谁敢上前一步 别怪我出手狠毒 是极乐宗的魔女 可恶 果然她会出手相助 听闻她与江红颜 乃是多年的好友 极乐宗乃无比残酷之地 能够取得魔女头衔 想必她一定 渲认了无数同盟 她的实力 不容小区 这些家伙被我镇住了 可再次僵持 他们一定会 按捺不住出手的 小区区 你要赶紧站起来啊 二狗子 二狗子 什么声音啊 二狗子 是我 这是神魂传音 你小子没死啊 废话 死了谁在跟你说话啊 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快点 过来打我 打你 你疯了吧 先上司不够重吧 我的骨头错位了 我需要你直接将我的骨头 打回原位 我才能恢复上司 不用感到心疼我 这是救我的最好办法 你这血 打你是吧 我来了 我来啦 我去 别打脸 他打他 他的狗怎么在打他 二狗子 你在干什么 阿兜 谢谢你 多多归未来 喜头 开启修复功能 你开启修复功能 恭喜宿主 修复完毕 身体已达到最佳状态 凯修备 浑身又充满了力量 什么 发生了什么 为何那只狗将它殴打之后 还恢复了伤势 难道那只狗的攻击 有治疗的能力 过于了 过于了 气死我也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 如何 还有谁想与我一战 小小姐 谢谢你 如果没有你相助 我们可就完了 真是让人不放心的家伙 红颜 等我 我这就来解救你 红颜 找到你了 外面如此多的修饰为功 你不可能逃出去的 与其如此憋屈的陨落 还不如让我救你一命 从此与我同度余生 各位 如果舍命相拼 你们一定死伤惨重 就此停手 这样大家都好过 红颜的雷劫已经结束了 不能再毫无节制地使用雷霆之力 发振也被天雷击破 若是所有人一起进攻 我一定抵挡不住 只要将红颜继续修炼 他的厄运便会笼罩整个东荒大陆 放过他 便是把我们自己置于死路 小子 你的高阶法阵已经没了 只要我们同时进攻 就算是柳魔女也必定抵挡不住 我欣赏你的实力 现在让开 还能放你一条生路 让我们让开 绝无可能 想进入葬仙谷 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这柳魔女 乃极乐宗的圣女 实力十分恐怖 若是与她正面相拼 这 绝不是受点小伤就能结束的 可恶 在场绝大多数 都是鹰变期的各派弟子 对练续期的柳精明 丝毫没有威胁 练续期的圣子圣女们 恐怕也不敢轻举妄动 各大宗门稍安勿躁 请听我一言 是逍遥楼的圣子们 各位 大家所恐惧的 乃是江红颜修炼 所带来的厄运 一旦他修炼之练虚奇 乃至更高 这无比可怕的厄运 将笼罩整个东方 我再次重申一下 逍遥楼董楼主的提议 只需废去江红颜的修为 便能够化解贺运 诸位也不必再与柳小姐 和那小子性命相拼 如何 那红颜的修为 老子先把你废了 婴变期的废物 莫要大喊大叫 董楼主决定 只要接受我们的决策 饶恕江红颜性命者 便能获得逍遥楼的 一个入楼名额 什么 获得逍遥楼的入楼资格 逍遥楼乃东方各大势力 顶尖修士云集之所 若是能入楼 对宗门是莫大的提升了 我计划水月派同意 我帮荒青龙派同意 老子不同意 想废红颜的修为 先过了我这一关 你这小子虽实力不错 但仅凭你二人 如何守住这广阔的藏仙谷 更何况 董楼主早已进入藏仙谷 寻找江红颜了呢 什么 杜根基他竟然 可恶 我去把他揪出来 回时已晚了 等你赶到 一切都结束了 可不是算了 那个狗男人 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 红颜 你被困在石海中 不会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相信我 我不会伤到你的 失去了修为 你就能保下性命 永远跟我在一起 保证你有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 红颜 感谢我吧 是我拯救了你 红颜 太迟了 你将红颜是我的了 什么 怎么回事 动 动弹不得 红颜 什么 这是 是 什么情况 那我心股内 传来了恐怖的真原力 难道说 这是 江红颜 在座的各位 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 应变其 便能让整座东荒大陆的圣子圣女们恐惧 人人皆想将其扼扎在摇篮中的矿石天才 如今终于突破了重重障碍 达到了炼虚旗 整座东荒 再也没人能阻挡它 好强的真原力 完全无法靠近 江红颜她 渡戏成功了 小姑娘 我就知道你可以了 小家伙 我在 多谢你 没有你 我不可能坚持到这一步 咱俩之间别说这些 事情还没有结束 我暂时还不能掌控练蓄器的力量 他们知道这一点 会立马进攻藏仙国 不会让我有喘息的余地 我们必须赶紧离开这里 是啊 当初我渡戒时 也需要一些时辰正式突破 红颜她进入练须棋 恐怕需要更正的时间来消化 小心 可恶 小姑娘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他们来了 都慌得各大势力 找到江红颜了 趁她虚弱 将她击杀 可恶 给我站住 极乐宗的魔女 我来挥挥你 净花水月派 许多鹰变器修士 已经进入了葬仙国 希望小区区能守住 雕虫小鸡 拖 请进我来助你 魔女 成长我柳家的烈焰剑 中了 什么 太慢了 在极乐宗 你这出手的速度 已经够你死十次 什么 柳营 柳营 你没事吧 她的实力果然恐怖 烧取轻敌 差点葬送了性命 我的左手 被她的冰霜法绝伤到了 让你们知道 圣女之间的差距 董老主 我没事 董老主 江红颜已经杜绝成功 恐怕 我们难以废除她的修为 不 还来得及 等其余修饰进攻 我们趁乱出手 把握好分寸 别伤及性命 可她意识已清醒 如果知道是您做的 在这绝境中 只有我能资云她生命 她一定会感谢我的 臭小子 还不速速前来送死 没有阵法防御 我看你如何抵挡 小姑娘 你退后 这些喽啰都交给我 变气的渣子 全都是我升级的经验值 小子 你别猖狂 这么多人 你如何抵挡 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 我最擅长的 就是一笔牌 果然怎么快速 收割你们这些杂鱼呢 什么 她的速度太快了 根本跟不上 你 圣女被魔女拦住 只凭一面积 根本无法与她对抗啊 小子 你回我江家名声 我来会会你 好 练虚奇 劲果然够大 不知道你家江离木长老 近来可好啊 你还敢提 江离木长老被你呼吁 现在被其他两家联手追捕 我们有口难辩 活该 谁让他见到神物就起了贪面 什么狗屁神物 根本就是假的 全是你在骗人 你少了 家里的江红岩都被我逮着了 老夫 送你们一起上天 连续器的法学攻击 无法躲开 只能正面接触 系统 打脸值不是问题 将修复系统开启最大化 修复系统高负荷运转中 每秒消耗一千点打脸值 给我挡住 检测到宿主受到严重损伤 正在为您高速修复中 可恶 系统 快救我 臭老头 攻击挺猛啊 尝尝老子天雷的威力 区区应变期的法觉 能有多厉害 老夫堂堂炼须奇强者 就算站在这儿不动 你也 什么 炼须奇的庄老 居然 大义啊 大义啊 你小福 居然 臣病要你命 再来一发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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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死透了吧 什么 没想到 你这小子的法觉如此强大 是我低估你了 怎么回事 轮番轰着 他应该直接成渣了呀 小家伙 你 你的法觉之中 为何没有丝毫道运的气息 道运 那是什么 道运 那是什么 他说什么 难怪我之前总觉得有点奇怪 原来是因为 你的法觉之中没有道运 在原因时期 修士将会初步感悟到自身的道 感悟并凝聚自身的道运 便能突破至应变期 道运 或是刀剑 或是五行法权 上古时期 有一位名为太上不一的大男 其水道便天下无敌 小家伙 你一路修炼至今 你的道是什么呢 我 我一路以来 都是靠打脸转经验直升级的呀 什么自身的道运 从未感受过呀 你的意思是说 我没有道运 就解决不了这炼虚气的老头了 若是没有道运 你只能伤到他的躯体 无法取他的性命 日后飞升炼神 都必须靠自身的道运 我这走偏门的修闲方式 果然到平颈期了吗 你小子 原来是个野路子修士 连道运都没有 任你法爵再强 你也杀不了我 投降吧 老夫尚且留你一条拳 不好意思 小家伙没有道运 但我有 可 江 老夫尚且啊 一个炼虚气的人头都没拿到 这得措施多少经验值啊 就是现在 拿下江红炎 小瑶龙 江红炎 我是来拯救你的 小姑娘 干得好 废了他的修为 但不要升级性命 刚踏入炼虚气的菜肌 我拿捏得准 千万敢伤害红炎 老子来收拾你 小瑶龙 你们也要与我为敌吗 竟然如此 什么 他突破了 时间够久了 真当我还是应变气的实力呢 有谁想上来尝试呢 我江红炎在此等候 咱家的才女江红炎 正式踏入炼虚气 哪个不怕死的圣子圣女 快上来挑战啊 江红炎 关键时刻 你彻底踏入了炼虚气 佩服 谢谢 不愧是咱家的小姑娘 江红炎彻底踏入了炼虚气 不得不承认 我们都不是她的对手 董炎的机会彻底丧失了 董老主 现在怎么办 这下糟了 投机不成十把米 以后江红炎 会和逍遥炉交恶了 刚才大喊大叫 要围剿江红炎的人呢 怎么不说话了 看到矿室天才踏入炼虚气 一个个都怂了 小家伙 没必要再刺激他们 此事就此了结 我们离开吧 靖宁出手帮助江红炎 反倒赢取了他的信任 我们吉乐宗 在这件事情中反而获益了 我们走吧 什么情况 怎么突然地震了 你们快看 远处有墨里的物体飞起来了 那是一座漂浮的古城 我认得那座古城 那是万年前一切的城市 黄洛城啊 古城出世 这一定有大好的造化呀 小子 咱们赶紧去瞧一瞧 黄洛城重新出世 小姑娘 你怎么看 这座古城 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熟悉 你以前见过这城吗 什么 我要成仙了 我真是心气 怎么回事 好大人 我要成仙了 我真是仙了 我再颤抖 是那座黄洛城发出的幻觉 不要去识听幻觉的话语 运气真原力 抵御幻觉 快看 那黄洛城似乎缓缓靠近了 黄洛城 到底有什么古怪 走 我们去一探究竟 据说 是亿万年前 一位陨落的仙人 从他遗体内蹦出 但不知何时 黄洛城渐渐地破败 后来便不知去向 那黄洛城看着不远 可飞了一整天还没到 那云雾中的城池 好似海市蜃楼 越仔细看越看不清 那云雾是黄洛城的障眼法 让人判断不清距离 与城里的情况 我有一种预感 马上就能到了 什么 圣座城突然出现在眼前了 好巨大 如此近距离看 太震撼了 喂 你们看 黄洛城 荒洛城 炸了 不 你看